歡迎 舉例 大家好 有麥克風嗎 好像沒有 大家好 我叫張建林 因為剛剛我想說我是分享室 所以我就沒有做個自我介紹 我來非常快速 大家有看到這張照片 今天就是除了我之外 也是全部大家的一個show time 那好 我很快速的 我叫張建林 我的關鍵字 就是永續時尚 我目前成立一個平台叫做挑品新聞 它主要是在推廣永續時尚 跟生活型態的一個新聞發布台 好 再來 勁就是牆的意思 因為中間那個勁 它其實就是牆壯的牆的意思 它是個古字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使用它了 然後第三個 十年魔劍為一招是我的關鍵字之一 也是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我大概以十年一round 來告訴大家說我從小到大 一直到現在為什麼 我一直可以持續在做一件事情 就叫做時尚產業 然後為什麼我現在又開始在做的是 推廣永續時尚這個部分 好 再來 我除了現在在專心經營挑品新聞之外 其實我同時也是學學文創志業的時尚講師 以及現在是在實踐大學研究所有教 社會 對不起 是那個 時尚的媒體的行銷課程 還有所謂的設計大師的一些課程 好 好 Coco Chanel 大家都知道 她就是Chanel 品牌的一個創辦人 她曾經說過一句話 就是每天都是一場fashion show 而這個世界就是你的舞台 所以就以時尚的觀點來講 我都會一直告訴大家說 每天這個世界都是你的挑戰 所以你一定要去想辦法去走這場秀 好 我現在接下來告訴大家 我的題目叫做不被看好的人生馬拉松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人都看到我說 阿俊你一生以來一定非常的順遂 因為看起來就很順遂的樣子 看起來好像也是從小就是 可能是過著很富裕的生活 因為接下來我就讓大家講 其實都被大家看錯了 好 我從我的學生時期開始 上面寫當不了畫家 又當服裝設計師吧 好 事實上是在我從 從城市時尚媒體之前的工作 其實我當過四年的服裝設計師 那其實在很小的時候 我在十歲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還不懂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 當時就跟我的同學 跟我的家人講 我要當服裝設計師 我十歲的時候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為什麼是當畫家 因為事實上是 我在學齡前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畫畫 其實當時我真正想要做的是畫家 其實當時我母親也常常帶我去畫畫寫生 所以我一路就認為 我就是要當個藝術家當畫家 可是當時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的母親認為畫家是很窮苦的 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成功 所以她含金量太低 所以她告訴我不能當畫家 所以呢 我就一直思考說 那除了不當畫家的話 不知道我有沒有可以 還是運用到我的 跟畫畫或藝術相關的天分 後來當時我母親 常常帶我去所謂的精品店 然後我也去看了很多的雜誌 好我四五歲的時候 我看的是Vogue雜誌 跟Baza雜誌 大家很難想像喔 好 所以我其實對於 那樣子的一個影響的關係 當時我問我母親說 時尚雜誌上面的衣服 漂亮衣服是怎麼來的 我母親告訴我說 設計師在畫的 做出來的 後來我就告訴我母親說 OK那我好我知道了 你不讓我當畫家 那我就當設計師吧 所以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決定當個設計師 可是呢就剛跟大家講 剛剛都心裡想說 哇我肯定是日子過得很不錯 對 可是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很不幸的我家道中落 剛好大家講 就看到我的中文名字 叫張靖麟嘛 我父親曾經是一個 獨立製片的導演 他自編自導 不過他現在已經年紀很大了 他已經80歲 他現在住在美國 所以當時因為獨立製片的結果 結果就是很慘喔 搞藝術都是這樣 難怪我媽不要讓我當畫家喔 後來我們家那一次 資金周轉不領 結果有一天呢 警察來到我們家 上了黃色的風調 隔天我什麼東西都不能帶 我只帶了我自己的書包 跟我的制服 我就是直奔到了奶奶家 從事我就開始過著 顛沛流離的生活 所以其實在我20歲以前 我大概搬了10次家 為什麼要搬家 就是因為債主早上門來的時候 我媽就說我們得搬家了 好這是我的整個 所以我從天堂到了地獄喔 好所以剛剛有在講 因為這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並不是非常的愉快 所以其實在我 因為當然接下來其實我 也因為家到中路的關係 其實我父母在我五年級的時候 他們就離婚了 然後從此之後 我也開始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那原本在小學四年級之前 大家也大概有陳述過嘛 事實上我一直都是在班上是名列前茅 都是前三名的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我到了國二更慘 我記得我到國二的時候 有一天有一個老 我當時的導師 把我媽叫到學校去 就跟我媽講說 就跟我媽講說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張慶寧是班上第二壞的學生 為什麼是第二壞 因為第一壞的學生會忤逆老師 會拿東西 拿那個硬幣丟老師 我跟妳說那個女生後來考上北英女 可是我不爭氣喔 我沒有考好 就我並沒有像大家講說 考上很好 後來一月那一次 其實之前跟大家講 我成績一直還是不錯 可是事實上我在高中失利嘛 其實我後來並沒有得到一個 很好的考試的成績 所以我並沒有念 我當時高中是考到最後一個名次 結果我媽說你不准去念 那當時我念了五專 因為五專考上第一志願 我媽說你就去念五專吧 然後OK 好我念了五專之後 事實上它並不是一個我想要念的功 因為我念的是商學院 其實我念到三年級的時候 我告訴我母親說 我沒有辦法再念下去了 我真的對商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可不可以做別的事 我母親就說 好吧你就把它念完 你真的想要我讓你出國念書 OK 我真的很堅持的出國了念書 好很快喔 因為時間有限 可是出國念書之後 好我回來之後 是不是從此一帆風順 沒有 當時出國念書是一個詛咒 因為其實出國念書自己的人 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所以我回來的時候我要做助理 我找了半年沒有一個人要做助理 每個人 我還曾經去當時面試一個工作 當時的老闆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一點都沒打算要用你 我只是很想要認識一下 為什麼有人出國念書回來想要當助理 我心想說我沒有工作經驗 我當助理不是很正常的嗎 我找了半年 找不到工作 我說OK fine 好 我就看到一個工作 找設計師 我就應徵 我竟然就上了 真的 在那個年代你真的覺得很奇妙 我就莫名其妙做了設計師 好 做了設計師之後 真的也開始 我好不容易做設計師 沒有 事實上我做了幾年的設計師 我最後一份工作的時候 事實上是 在當時 因為就剛跟大家講 出國念設計人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的設計師其實都是 當時在台灣是所謂高職畢業之後 他升上來 然後所以從助理做起 我做設計師的時候 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們 都差不多跟我同年 可是大部分都高職畢業 我被排擠得非常嚴重 所以最後其實我有點不適應 我離開了這個職場 我在離開職場的時候 我的主管告訴我一句話 結果我告訴你啊 看你這個樣子 我覺得你就找你副爸爸 幫你開一家店 你也不要出來工作 好 我一句話也沒講 我就繼續做我的事情 我還是決定我要轉戰到時尚媒體 所以我後來就歸零 好這個歸零你沒內心想說 所以我一帆風說沒有 其實我成績了一年 我投了一百份的履歷 都時辰下癌 可是當然最後還好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時尚編輯一本雜誌 他們需要重新創刊 他們找新鮮人 所以我後來就去了 好 可是就跟大家講 因為我其實已經有之前的工作 我出國念書又念了 又工作當了設計師 事實上我在入行的時候 我已經是二十六歲多 當時跟我同期的生 他們都才剛大學畢業 或者是二十二歲左右 所以其實我在跟時間賽跑 在三十歲以前 我每天工作四個小時 因為我要跟時間賽跑 我要超越他們 因為我的時間真的比他們 可是很快的 到了三十歲之後 我很貪心 其實大家就會發現 我真的在跟時間賽跑 我就覺得說不行 我同時我也希望有家庭 所以其實我二十九歲就結婚 我三十歲就生小孩了 那其實我還是很堅持的想要做這些事情 好 可是就在我生完小孩 大概差不多三十三四歲左右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的總編輯 我也遇到一些人生的困境 當時我的總編輯就告訴我說 俊我覺得你一點都不像做了工作十年的總編輯 因為其實當時我自己有在心情轉換上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像三十歲以前一樣 花太多的時間在工作上 我希望我要兼顧所有的事情 所以在那個當中的時候 我也去重新思考說 我接下來到底要怎麼做 好 所以我就思考說 OK 我已經沒有辦法再像年輕人一樣 一天到晚都 over time over loading 在工作 不行了 所以我後來也再去思考 我到底接下來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開始去想說 OK 我要升級我的工作內容 所以 其實我中間又離開了這個職場之後 我又成績了一年 我每一次一個轉換 我大概都會停留一年的時間 接下來 事實上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2015年離職 我後來還做了一本雜誌的總編輯 那我做了總編輯的差不多將近五年之後 我又覺得時間該到了 我的下一個十年我要做什麼事情 好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就是十年一round嘛 好 我接下來做什麼事情 接下來就是在講永續時尚 這件事就是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其實做永續時尚這件事情 sustainable fashion 這件事情應該是跟大家講 什麼叫做時尚產業 那事實上 我一直認為 時尚其實應該去製造夢想 創造快樂的一件事情 那可是我後來在四五年前 大家知道 要受到快速時尚的影響 其實你會發現到 我們其實創造了非常非常多污染 還有一些公平交易法 之前大家有看到一些血汗工廠 所以我就一直在思考這件事情 我心裡想說 我明明是在製造快樂 而且甚至我在傳播它 可是事實上 我好像並沒有真的幫助到這個社會 我可以怎麼去改變它呢 所以因此 我在2015年的時候 我離開了總編輯的工作之後 我去年八月我成立了挑品新聞平台 我現在就在做推廣的這件事情 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上網看一下挑品新聞 目前我是有一些co-writer 我們會一起共同在撰寫 有跟永續時尚相關的一些內容文章 只是說因為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我過去的工作經驗 我主要是在跟時尚相關 所以我其實是把我的整個網站 跟一般的所謂的環保網站 完全不一樣 它完全是用一個時尚的平台 去架構出來的 是因為我要真正的影響到 所謂的像Stephanie一樣 跟我們一樣喜歡時尚 可是我希望從喜歡時尚的人 可以理解到說 你可以有的選項是有哪一些 所以這是在永續 在挑品新聞其實最主要的 整個包裝的跟想要傳遞的內容 那像今年來講 其實在今年的四五月 我就會跟學學文創 我們會合作一系列的 跟永續時尚相關的課程 也會找一些台灣的品牌 或一些台灣的製造商 我們會一起在講述說 現在所謂的永續到底在做什麼 那所謂的設計師跟時尚產業的人 可以怎麼樣去參與這件事情 那我們在下半年的時候 我們也會出跟永續時尚相相關的一本書 好以上就是大概是我的整個的故事 那如果大家有信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就是去上挑品新聞一下 看我相關的內容 你們也 我自己個人有一個總編輯的 時尚隨筆的粉絲團 其實大家也可以 如果想要跟我交流 也可以在這上面找到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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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些時間 可能就永續時尚的概念 可以再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名詞是蠻酷的 因為只想要看新聞 像什麼一件 容易好像 但背後的製造過程都蠻細細的 其實 因為那個應該是說 永續時尚基本是在講說 所有的製造從原物料的採集開始 它就必須是符合一些道德觀念 還有它必須是對地球友善這件事情 可是呢 因為講實話我自己在做 其實因為永續時尚其實是我自己的碩士論文 所以其實我自己後來去 查理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資料裡面 我發現到如果要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在講的是封閉式循環嘛 就剛剛跟講 從原物料一直到你生產 最後你到廢棄物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再回來 就是我們每一件製造的產品 我們都必須物盡其用 可是你會發現 做這件事情是有困難的 因為目前台灣整個製造 不管哪一個部分都很難做到封閉式循環 所以其實我現在在推的永續時尚重新是Define它 就是我們怎麼樣可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可以落實它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是會鼓勵說 你不要大量購買 那如果你要買的話 請你買比較好的東西 可以穿比較久 我們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商品 所以其實我自己在網站裡面 我們都會去做這樣子的分享 所以因為就像剛剛大家看到我嘛 我看起來就是一個完全不像環保人士 事實上我就覺得 做環保這件事情 只是你以一種生活方式 並不代表你要像修道的人一樣 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個也不行 這個也不行 我基本上我並不是很建議用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我們是用比較是用柔性勸導 就是用我的平台裡告訴大家說 你有哪幾種方式 你有什麼樣子的選擇 你可以過的 同時你可以讓你自己還是很開心過的 像以前的生活可是你有更多的選項 你可以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講永續時尚的目前是這個 那當然我是期望在未來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平台 事實上就是剛剛跟大家講的 就是我現在用我現有的人脈跟資源 所以我也現在希望可以從製造端一直到設計師 一直到消費端 我可以做一個串接 讓大家可以把整個資訊可以透明化 那當然以後我們也會去討論所謂的探足機的部分 就是讓所有的消費者在做購買的時候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這件衣服它的製造或者是這件商品的製造的來源 然後它整個探足機是什麼 這是我們目前想要做的事